每天来围堂看短剧吧 我能怎么办 医生说 我这怀的是个双胞胎 这个好消息 要是我老公和妈知道了的话 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啊 骭鸣 junk 呃 他怎么在这啊 他怎么不能在这儿 菲儿刚给我们叶佳生了孙子 老公是说 她给你生了孩子 这不可能 э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 慕容颜 菲尔已经为我生了孩子了 我们离婚吧 你要跟我离婚 菲尔已经为我生了孩子了 我要去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但如果我怀孕了呢 你是不是也要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就不跟我离婚了 燕姐姐 你就别说如果了 如果能怀孕 你早就怀孕了 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菲尔已经生了我们家的孩子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就算是你怀了孕 也得给我打掉 打掉 我会给你动别墅 夜市 百分之五的部分 足够你好好过一辈子 儿子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 一只不下蛋的鸡 你给他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他必须近身出户 对 天哥哥 伯母说得对 好了 这件事 就这么决定了 签字了 我不要离婚南天 你还是对我有感情的 对不对 我相信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不可能一点都不在乎我的 慕容颜 当初是我不得已嫁给别人 所以天哥哥 才迫不得已娶了你 你看你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叶夫人 所以你就行行好 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吧 菲尔 你这些年也受委屈了 慕容颜 你必须和南天离婚 你说过的 你娶了我之后就不会再跟我离婚呢 我是说过 可是 现在菲尔给我生了孩子 我不能辜负他 那你就要辜负我吗 天哥哥 对不起 我跟孩子不应该传散你们 我现在就带孩子走 南天啊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流落街头吗 他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孩子还小 菲尔留下 该走的人 不是你 对 要走也是那个不下蛋的人走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可是我们家认定了的儿媳妇 妈 我还没有和南天离婚呢 他要是你儿媳妇那我是什么 不同意也得同意 由不得你 要走也是你走 南天 你真的要让我走吗 菲尔 是我孩子的母子 这个是她的家 可我还是你们妻子啊 马上就不说 那我也不要跟你离婚 凭什么让我成全一个第三者 告诉你 你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你马上给我签字 滚 敢和我成飞而抢男人 慕容店 不想走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我跟天哥哥一家三口过得有多么的心 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 妈 天哥哥 你说天姐姐这要是走了 嗯 再会留下 飞儿 飞儿 你还是那么善理啊 那我们就多听飞儿的 姐姐 那你们和天哥哥离婚前 我是和你好好相处的 陈飞儿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 躲走我的家庭 飞儿啊 你刚生完孩子 累了吧 以后孩子呀 让月嫂抱就可以了 我扶你回房间休息 妈 妈 飞儿啊 您可是我们家的宫庭 你父呀 你就住这房间 哎呀妈 哎呀不行 这是我跟我老公的房间 她已经都没入室了 她怎么还能中山缺巢呀 你给我闭嘴 飞儿才是我们家正宗的儿子 不是 以后呀 她就住这个 飞儿 您要看到哪里的 装修不满意 你就给她换了 谢谢伯母 这些东西 我都不喜欢 让人扔了吧 啊 拿着你的东西 妈 给我滚蛋 妈 哎呀 我究竟不做什么 你没有这样的意思 这边 原本就是属于飞飞的 如今 只不过误归其主罢了 我们俩结婚已经有一年了 为什么我害死 一年前 我曾经车祸 要不是飞飞舍命救我 我早就能 你 你永远比不上了 你是说给你输血 这件事情不是什么 是这样的 行 就这样吧 我们没离婚之前 我是不会跟他住在一起的 这下 你满意了吧 我 就你的明明是我 怎么会变成陈菲儿啊 哎呀菲儿 你这刚生了孩子 可得多吃点 好好补补 伯母 你也是 你这做的都是什么呀 辣椒 你不知道菲儿做月子 不能吃重口吗 这什么呀这是 不是妈 这些都是沈菲儿 她认识做的 我没有 燕姐姐 你怎么能冤枉我呀 我 你又在撒谎 今天倒要教教你 为人媳妇 婆婆伟大 你今天 给我把这块肉 给我舔干净 不然的话 就憋起来 妈 我不能吃 我真的不能吃 好大一块肉啊 燕姐姐 舔干净点喽 你不要吃干净点 妈妈 我嫌干净 我不能吃 妈 别这样 妈 放开我 妈 妈 你这边干嘛 哈喽 我叫你爸 让他吃呢 燕姐 不是这样 哎呀燕姐姐 我还在做月子 让你做菜 你做了一桌 我不能吃的 我不说了你几句 你就开始扔菜发脾气 现在 他打错 我的头发胖 我没有 莫如烟 非要对证 留下 你还这么对他 是这样的蓝天 你不要听他们说 够了 别人呐 是有片子 你给我教你他 对 蓝天啊 哎呀天哥哥 你就别命难姐姐了 是我的错 我不在这里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没关系的 我走就是了 陈飞儿 你为什么这么恶心 你的心在哪儿啊 你为什么这么欺负人 跪下来 别人道歉 我的天啊 天啊 儿子 你看 菲儿这么辛苦 给你生了儿子 他做月子 总体有人伺候他 不如 就让慕容烟 伺候菲儿月子吧 好 慕容烟 以后你就来 伺候菲儿做月子 凭什么 不愿意 就签字离婚 我渴了 给我倒杯水 这么凉 重新倒 这水明明是温的 让你倒 你就重新倒 好吗 你不想伺候我了 那你赶紧 枪自然了呀 我还能伺候你 你也不想伺候你 干嘛 我还能伺候你 什么 好痛 疼死我了 好痛啊 我都在了我 因为我爱他 我跟你说 你冒出我救他的事 如果有一天 被他知道的话 他一定不会跟我离婚的 原来你知道了吧 就算他知道了 也怎么 我已经给他生了孩子了 你呀 就死了这条心了 孩子 妈妈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真的和爸爸在一起才会幸福吗 因为我这小话干嘛 我命 你不能看 你果然怀愿 你怀了天啊 你怎么敢 放开我 糟糕 别发现了 不行不行 你不会留下五岁子 千哥连碰了你碰我 你凭什么坏他的孩子 你说什么 你你的意思是 孩子不是你听的 你只能听的 我怎么 我 天哥哥 我好痛 是他 他推的我 你跟起来这 快起来 不是我男天 慕容燕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态度 是 我 我好痛 天哥哥 我好痛 你快送我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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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男天 你到底 你一定会去医院 我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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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医院 那些事 我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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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不了了 馬上真的看到孩子的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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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你生了一對龍夢胎 胡子平安 我出去給家人報平安 孩子都想了我事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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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屈了 放心 布爾蒙家 已經已經是西城首富 安居家族奈何不了人 這是什麼 你告訴你 陳畢爾多我丈夫 害得我差點 我必須要向他報 這個 我必須要向他報 這個 委屈了 你 你 我 我 我覺得 只是没有想好订婚的日期 天哥哥 这个月的15号是个好日子 我们就订到这一天吧 15号 还有五天 我们还有订酒店 宴请评客买钻戒 这能来得及 来得及来得及 钻戒呢 我已经自己买好了 宴请评客和订酒店呢 国务已经安排好了 天哥哥 到时候就到场就可以了 贝贝 叶南天跟程飞尔 今日在景泰酒店举行挺婚宴 正好这个景泰酒店 是我们慕容家的 叶南天啊 没想到离开我这么快 就想迫不及待地找新人 哥 这一次 我要让他们的婚礼举办不成 行 我这就吩咐 让景泰酒店取消订婚宴 不 这次我要让程飞尔 被赶出订婚宴 我要让程飞尔 脸面扫 行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哥 这次还是我自己去吧 有些事情 我给你给你 那燕尔 你的两个孩子 要让叶南天知道吗 他的心思 都在程飞尔和他的孩子身上 对 你的孩子 是我一慕容家的 这个叶南天这样对你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知道孩子的存在 来人 备车 送燕尔去景泰酒店 恭喜叶少爷和程小姐喜结连礼 谢谢大家前来参加我和天哥哥的订婚宴 诸位随便坐 不用客气 那你们先休息着 我们先去隔壁了 走了伯母 我怎么觉得叶少爷不太开心 你还不知道吧 前任夫人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叶少爷一直没放弃寻找 还有真事 天哥哥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你怎么不开心 没有我只是有些累了 我去洗手间 爱天哥哥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订婚仪式正式开始 儿子呀 以后菲儿就是你的未婚妻了 交换戒指吧 等等 你们订婚 是不是要先过问我一下再说 等等 你们订婚 是不是要先过问我一下再说 呀 这谁呀 这么漂亮 天呀 这不是失踪一年多的叶夫人吗 母容烟 她竟然还没死 莫容烟 你不是不想失踪了一年 你还知道我回来 我跟你还没有离婚呢 难道让我看着你犯重婚罪吗 我 燕姐姐 当初你推我下楼 然后消失了一年 我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才和她的婚红罪 我才和她的婚红罪结婚的 你别说她的婚红罪 差点把菲尔害死 消失了一年多 你现在还有脸回来 到底是我害陈菲尔 还是陈菲尔害我 我想 你们的心里 比我更加清楚 烟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 里面就是你推我下楼的 天鹅亲眼看见的 容烟 我亲眼看到你推菲尔下楼的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叶南天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一年前 她发现我怀孕 要打掉我的孩子才对我下楼的 你说什么 你有个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孩子呢 你告诉我的孩子怎么了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 孩子早就在我向你求救 但你不 没了 我的孩子没了 她是罪魁祸首 你跟你那见死不救的妈 就是帮手 都是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是我 是我害死了孩子 天鹅哥哥 你别听他瞎说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他在说谎 对呀 他嫁进来一年 都无所出 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怀孕呢 睁大你们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了 这就是当时的一眼蛋 白纸黑字 写的清清楚楚 准确的说 是龙凤胎 什么 怎么可能 苏夫人 你总是骂我生不出孩子 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杀死了两条无辜的生命 后悔当初做那个见死不救的决定吗 我 我 妈 你为什么不救他 为什么 我当时不知道他怀孕了呀 即使你知道我怀孕 怕你也是会下命令 这个孩子吧 你别胡说啊 我说错了吗 不是当时你亲自说的 我若怀孕 下命令 这个孩子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婆婆 哎呀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可怜了两个无辜的小生命啊 陈菲尔 现在该算一下 你将我推下楼的账楼 我没有 明明是你推我下楼的 然后自己摔下楼 没了孩子 只能说是你自作自受 没关系 我这儿有当年拷贝下来的监控 让在座的各位看一下 到底是你推的我 还是我推的你 不可能 天哥哥 那一定是假的 你不能看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天哥哥 我没有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敢狡辩 伯母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儿子 菲尔都说他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不小心推的 菲尔什么性子 你还不知道吗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 但他都是筷子手 叶南天 他害了我们的孩子 你还确定要娶他吗 定无愿取消 不行 天哥哥 今天是我们的定换宴 来了这么多宾客 怎么能取消 对 不能取消 菲尔都给你生了孩子了 你难道要辜负他们母子吗 苏夫人 我还没有跟叶南天离婚呢 他若是娶了陈菲尔的话 那就是犯了重婚罪 这订婚仪式 本就该作妃 慕容年 我跟天哥哥要给孩子一个家 你怎么忍心分散我们 陈菲尔 你确定你生的那个孩子 就是叶南天的母 这么办 Father 你看 你保护灭 看 我说 我要上 我心情倒是很乱 你就让我冷静走去吧 天哥哥你别走 这可是我们的订婚宴呀 抱歉 你让我一个人冷静 男女长都走了 这婚礼办不成 他害死我也不会娶他自己家 娶回家多个硬啊 所以说呀 报应啊 就算生个孩子 只要有原配在 也休想再嫁进豪门了 大家稍安勿躁 订婚仪式不会取消 菲儿 你别担心 我去拿灵魂协议 多母说订婚不会取消 这种安慰人的话 也就只有女性 慕容燕 天哥哥只爱我 她一定不会抛下我 一定会跟你离婚的 然后和我订婚 只要我一天不离婚 你这一辈子 休想嫁进叶家 你不觉得从今天到尾 你就是本场的孝吗 看来这叶少爷 是不会离婚了 这想嫁入豪门的 看来没戏了 所以说生了孩子又怎么着 你也是个第三者 闭嘴 你们闭嘴 我不是第三者 不容燕才的第三者 是他破坏了我们一家三口 不管你怎么说 我和叶南天领证的人是我 只要我不离婚 你就休想嫁给叶家 就算你男孩子做妖邪 只要我不离婚 你永远都是那个 见不得 你怎么这么恶 到底是谁恶毒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你以为我慕容燕 还和当初一样 任你欺负吗 燕姐姐 你怎么能打我 我跟天哥哥 只是想跟孩子一个家而已 你在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打我的宝贝儿媳 燕儿 孩子的事 你全都怪罪于我好了 你怎么能动手打菲儿呢 你什么意思 我的孙子需要一个 美满幸福的家庭 实相的 就和我儿子离婚 把位置腾开 这就是你静一静 想出来的结果 我要给孩子一个 幸福完美的家 我也就害苦了 不能再害菲儿了 我还真是个傻子 我以为你知道了我吊小楼的真相 会 这事 我一例承担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成全成飞儿 慕容燕 我不同意你们离婚 你们就休想如愿 来来 将现场所有人请出去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苏夫人 我们酒店不接待 成飞儿小姐 更不允许 成飞儿小姐在这举办亨利 你说什么 为什么 你不怕得罪业家吗 请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成飞儿小姐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大人物 我们酒店也没有办法 还请叶少爷理解 我没有得罪什么大人物啊 伯母 天哥哥 你们要相信我 是什么大人物 竟敢和我们叶家作对 什么 是西城守护慕容家 你何时得罪了慕容家 我不知道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 西城守护慕容家 一定是搞错了 行了程小姐 我们是绝对不会搞错的 还请程小姐立刻离开 天哥哥 帮帮我 帮帮我 为了个女人 确定要与西城守护慕容家做罪 伯母 你还是好好想想 你什么时候得罪 西城守护慕容家 伯母 来来 把汤汤汤带到 帮你帮我 各位 车得误会 定婚宴取消 抱歉让大家拜托一堂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订婚不成 想把火器撒在我身上 不是 既然已经回来了 他就跟我回去吧 回家 那不是你和陈飞儿的家吗 你非要这么带着刺儿 跟我说话才行是吗 怎么 这就刺痛你了 从你抱着罪魁祸首离开 把我抛弃在血祸当中 你有想过当时的我有多刺痛吗 对不起 都是我当时不对 只要你现在赶回来 你想让我答应什么都可以 好啊 什么都答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 只要我不同意离婚 这辈子 你休想给我娶到陈飞儿 好 我答应你 这下你可以回来了吧 等你先将纠战雀巢的陈飞儿 赶出去再说吧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又定不了了 这种人这辈子也上不了位 不过今天这个事儿给大家一起乐和乐和才有意思 快走走走走走 这该死的慕容烟 慕容烟 是不是你收买了酒店的人来破坏了我的定婚宴 滚 可说 是不是 是我又怎么样 我就知道是你 你怎么能这么恶心啊 天哥哥都不爱你了 你为什么还死皮来脸呢 你见不见呀 嘴巴给我放干净去 告诉你是这样 只要我不离婚 这辈子 都是见过的光的第三者 我绝不让你入怨 你个贱人 插嘴别人婚姻里 到底谁才是贱人 如果我没有嫁给别人来 天哥又怎么会娶 是你破坏了我和天哥们之间的道歉 你曾是那个地下者 我在嫁给燕南天的时候 你一定嫁 再说 结婚阵上的也是我 偶尔 你得许你 天哥是在悲伤之下的情况下 却不许你 你不是我的事 要不是你抢走了我给燕南天输血 我会好好调查的 对了 还有你们的孩子 那你是不是 我看你是疯了才会胡说八道 还想不到 看来我之前是太惑末弱 任由你欺负是吧 来人 在 在 把他拖下去 把他拖下去 给我打烂他的罪 慕容颜 你怎么还这么对我 天哥和好保姆一定会放过你的 放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可算来了 我要为我做死我 到底是谁 怎可下这样重的手 是摩蓉烟 他竟然打了我 你要为我做主 不可能 这样 你没有弄错了我 摩蓉烟是个软胞的脾气 说的是真的 是摩蓉烟 他真的回来了 而且就像变了一个人 好吧 好吧 我知道是你是我的权啊 我会派人叫他好这些事情的 怎么能这么相信慕蓉烟 天哥要是不信 可以将慕蓉烟当面来对治 不用叫了 我自己来了 你叫人打了我 现在还来干什么 菲尔的脸 是你叫人的脸 什么叫人 你看天哥吧 他都承认了 你怎么下如此毒的手 如此毒的手 一年前 他推我下落的时候 害我 我打他几下 出出气怎么了 我都说我不是故意的了 菲尔不是故意 帮我们去死一去 我都说了 要怪你就怪我 别怪菲尔 这下七十年都输了 故事已经输了 菲尔的怕是要毁用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我不满意 比起我当时的痛 他身上的这点疼 只是我说的利息而已 会呗 小疼 对 瑶 金 那 对 是 你 收 劲 我 叶南天 你真让我失望 天哥哥 你就别为男姐姐了 如果能让姐姐出一口气 那我就跟打野是值得的 飞儿 你还是这么温柔 天哥哥 你看我住院也需要人照顾 要不然让燕姐姐留下来照顾我 也许我们也有时间相处相处 就能和解了 好啊 既然你非要我留下来照顾你的话 那我就免为欺难吧 那就有了姐姐了 有什么事 冲我来 好好照顾飞儿 姐姐 我有点渴了 我现在有点虚弱的下不来床 你能帮我倒杯水吗 我倒是要赶 你想做什么样的 我想做什么样的 看我的存心 确实 我的确就是顾虑 姐姐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吴如烟 你怎么逼成这个样子了 我变成什么样了 他陈菲尔变着方式折磨我 我捉弄捉弄他怎么了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我什么时候捉弄的了 你不是说你虚弱的都下不了床吗 怎么 这一下都痊愈了 你装病 我没有 我现在就有点不舒服 这看来病还没好啊 要不要我叫护士进来帮你看看呀 不用了 那看来是没什么事了 天哥哥 我没有 你信我 好了 没有相似 我毁容了 而且怕是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我怕我毁容以后你就不要我了 所以才会欲杰再歇 我以为这样你就会心疼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但是我会不要你 不管你就是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你 天哥哥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看到了吗 天哥哥最爱的是我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来呀各位 都请大家来看看 看看这种不简点的女人 是怎么差错别人婚姻的 请大家帮我做做主啊 什么情况 这是医馆 请务大叔喧哗 实在不好意思啊 护士 打搅到打搅了 你们看 就这个女人把我丈夫迷的 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我这也是欺骗自己 不如烟 你干什么 你要闹得人尽皆知吗 这对天哥哥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你们当着我这个妻子的面 勾肩搭位害怕影响我 插动别人的家庭 这种女人太不要脸了 这个先生 你妻子比这女人漂亮多了 你怎么会为了这种女人 杀害你的妻子呢 我没有 我跟天哥哥全是真爱 呸 真爱 最爱就被你这种人玷污的 这位先生 我劝你还是回头尸案吧 闭嘴 你懂什么 滚 沐中烟 你别挑战我的耐心 天哥哥 他们输得那么难听 我明天活下去了 我不想活了 而且我还毁了肉 天啊 你别担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的 这位先生可别被骗了 这位女士的脸只是肿了而已 痒痒就恢复了 没毁容 你说 当然没有 只是有点肿而已 你说谎 医生都说我这半半脸毁容了 你这张脸还是你让我给你包的 我还能不知道有没有毁容 我还天真的以为这个脸真的被打烂了呢 原来连皮都没有破呀 解释 天哥哥 我错了 我刚来医馆的时候真的伤得特别重 但是 可能医馆的压好 所以他就没 他要好得很快 程飞儿 你真当我很好骗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平时最严格的就是有人骗我 我没有骗你 自从我们婚宴取消了以后 我特别没有安选感 所以 所以我才 够了 你太听我输了 天哥哥 我错了 天哥哥 你天哥哥现在很生气 你追上去也没有用 真的行 我这张也要毁掉吗 非常好的 好的 叶家是我的家 我有什么不敢的 谢谢你 不客气 我只是看不惯这种人 做模作样罢了 我去忙了 来人 大小姐 从未而和你那个婆婆 肯定会连手整治你 你别人去回头欺负 放心吧 我已经不是你连想的慕容龙 不会认识他们欺负的 我如果要是不回去的话 便会了得陈飞儿的心理 回车吧 哎飞儿 慕容龙那个贱人 竟然让人打了你 嗯 婆婆 你看我的伤 就是被她给打的 而且 天哥哥现在也不理我 岂有此理 竟敢如此嚣张 打我未来的儿媳 还敢理解你和我儿子的感情 真的是反了天了 婆婆 其实我的伤不重要 只是 天哥哥现在也不理我 也不知道 她会不会后悔让我住在这儿 飞儿 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理解你和我儿子的感情的 可是 伯母 她说她要 好 她回来 看我怎么给你讨回公道 谢谢伯母 就知道她伯母对我最好了 天哥哥 天哥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 哎呀 儿子 飞儿 你还没说 你还没说 我 天哥哥 妈 你再一点 妈 您就别再劝我了 既然 我跟他丢婚也已经取消了 那你都这样了 你说什么呢 飞儿都给你生了儿子了 他就费这么一点小痛 你都不肯原谅他吗 你是知道 他已经骗了我两次了 我平时最烦的就是骗我的人 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是最后一次 你看看孩子的份上原谅我好不好 行了行了 夫妻俩呀 就是这么磨合的 你们俩好好聊聊 好好聊 如果我再对你说一次谎 我就天打雷皮不得好死 别胡乱发誓 天哥哥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看在我和孩子对你有恩的份上 就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好吧 这次就算了 但是下不为例 我就知道天哥哥对我最好了 我上楼去换点衣服 居然还敢回来呀 赶紧跪下给我请罪 苏夫人这是在做什么 做什么 像你这样的祸害 不是要跪下来给我请罪吗 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照顾自己的祸害 好 我的儿媳只有飞儿一个人 像你见无下蛋的母鸡 算什么东西 既然要是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问题 你也变成了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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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伯母可是你婆婆 跟婆婆叮嘴 你这是不像你知道吗 哟 这个时候知道是我 这个时候知道是我婆婆了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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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今天好不好能让你 看我今天好不好能让你 你是不是还以为我是当初那个 任你欺负的慕容颜 你姐姐 我看你是疯了吧 你敢没嫌你婆婆 打你打的不够重是吧 对 我没有你这么无耻的那样 以后我见 建哥哥我好疼 儿子你来的正好 你看这个死皮赖脸 不跟你离婚的女人 到我们家来都嚣张 拔护成什么样了 慕容颜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不是你让我回家住的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对菲儿弄什么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 哟 这么快就和好了呀 喂 他就是嚣张打虎 想欺负菲儿 被打的人就是我 要不是我一进门 你们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让我下官认错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了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第一个头认个错 今天你要是不下跪给我认错的话 你休想住进我家 妈就是想让你认个错 有那么难吗 认错 我准什么 我准什么认错 我准什么认错 你顶端伯伯伯还不是错 今天我就把话撂着 如果你不下跪给我认错的话 儿子 你现在就把他修了 小子 这都什么年代来还修书呢 看看法律承认了 行了 你也少说两句吧 这句话 留着对他们俩说的 姐姐你 再给我交一声试试 天哥哥 我疼 慕容焉 谁让他乱叫的 烦了烦了 儿子你看 有这个祸还在家里面 我们家都不得安宁 现在就给我托出去 东东大 好 成所体统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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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奶奶 慧春席 一年没见 你能去哪了 可怕奶奶担心死了 奶奶 我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 养了一年多 瘦了 怎么样 现在病养好了吧 养好了 被你专心了 奶奶 您身体不好 快进来坐下 谁让你把不三不四的人 带到家里边来 哎呀 妈 飞儿 这不三不四的人 她是南天的爱人 对啊 你给我闭嘴 我没问你 飞儿为我生了孩子 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我就让她 建筑在咱们家了 奶奶 你过来一定是来看重孙的吧 我让月嫂给您抱来 不用了 这么小的孩子 抱来抱去的 不怕见风招凉吗 安着什么心 奶奶 飞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你那意思是我班农是飞 他说不得 奶奶 您误会了 喂 孙女 我让你受苦了 让你受苦了 是我们叶家对不住你 这些年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哎呀妈 她有什么委屈的 嫁过来这么多年 连孩子也生不出来 不把她赶出家门 都已经够宽容了她了 你给我闭嘴 竟敢当我的面 这么对待她 背着我 还不知道怎么虐待她 给我跪下 跪 奶奶 这不妥 你也给我跪下 奶奶 天哥哥哪里做错了 婚姻期间 对妻子不忠 带外人进来 各应自己的妻子 对身怀六甲的妻子 见死不救 庄庄见见 哪见对了 是座的错 就是你的错 关心哲 你受苦了 奶奶都替你逃回来 谢谢奶奶 奶奶 这不好吧 闭嘴 这是我们家的事 外人少插嘴 还给我忍心 这样 奶奶替你做着 来人 给我打三日大便 哎呀妈 不能打 谁知道她怀孕的呀 也不说 这不能怪南天哪 是啊奶奶 这跟天哥哥有什么关系 你也是这么想的 都是苏儿的苏儿 任凭奶奶出发 哎呀 南天 天哥哥 打吧 还算有担当 打吧 再敢多一句嘴 一起送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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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何不痛 都大迟血了 痛就對了 你現在的痛 比不夠我當時被推下樓梯 倒在血潑裡的 十分之力 你現在的痛 跟他打出來 這樣比較不平 我不接受 好了夠了 別打了 還有酸癖 奶奶再麻煩人就不行啊 繼續 乖孙喜 你还是那么心软 就这样吧 天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慕容烟 天哥哥被你装的成这样 现在你满意了吧 慕容烟 现在我儿子不欠你的了 你也该滚出业家了 放肆 是我让人处罚的 对我的处罚你不满吗 妈 我们怎么敢怪您呢 这个罚是他自己要领的 你们不敢跟我交劲 你们跟我孙媳妇较劲 奶奶喜怒 这件事情就变得这久了 和我妻子没有关系 现在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 我儿子真正喜欢的人是菲尔 不是他慕容烟 慕容烟他一消失就是一年多 现在又回来了 是不是该签字离婚了呀 妈 你也是这么想的 我答应他不应该 只要他不下 我就不会给他留下 这就对了 乖孙媳妇 千万别离婚 不然 就白白便宜了 那某些不要脸的人 放心吧奶奶 天哥哥 那我算什么呀 我也是给你生过孩子的人 不是啊儿子 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你的孩子 将来没有完整的家呀 谁说没有完整的家 我的乖孙媳 和我的孙子 没有离婚 他们就是孩子的爸妈 奶奶 我参加孩子的亲妈 亲妈又怎么样 我现在宣布 我孙媳 现在就是她的亲妈 妈 这对菲尔不公平 嗯 就这么定了 有一点都给我憋回去 天哥哥 你得心看着我跟孩子骨肉分离吗 我会补偿你的 我不要补偿 我参加孩子的亲妈 没说你不是孩子的亲妈 只不过奶奶的意思是 孩子由我来抚养 既然你非想黏着叶南天 那也好 那就让你乖乖待在她身边 当个姐妹的 足以让你如愿以偿了吧 我不同意 哼 不识台句 既然这样 以后你别在我孙子面前晃来晃去 来人 将她的东西给我丢出去 我们叶家 容不下这不三不四的人住进来 妈 菲尔不是不三不四的人 她是南天孩子的母亲 她已经住进来一年多了 奶奶 这件事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来人 将程小姐请出去 程小姐 你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请 奶奶 我做错了什么 你说 我改就是了 你别黏我走行吗 天哥哥 天哥哥 你到底没有说句话呀 奶奶 家里的房子很多 也不多的这个 是啊妈 要是外人知道我们 把菲尔赶出去了 那名声多不好听啊 你们把她带进来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 我名声不好听 再去 一起滚出去 程小姐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请 来人 程小姐腿脚不便 把她请出去 请 我自己走 沐测 沐测 你别得意 我还会回来的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我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奶奶 你还满意吗 谢谢奶奶 我很满意 满意就好 满意就好 下次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 欺负我孙媳妇 带着不三不四的人来家里 看我怎么收着你 是 奶奶 你们夫妻 二人要一条心 和和美美的 这就是我老太婆如今的一个心愿了 奶奶 都行 我们两个以后 会好好的 这就对了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夫妻团聚了 你 每次都口口声说的效用 要贴身伺候我 这次 我给你个机会吧 以后跟我一起住 别再沾河这小两口的事了 是 妈 走 走呗 真不好意思啊 赶走了你们心上人 你还在受了气吗 没什么可生气的 赶走了碍眼的人 我现在看醒他了 但是在我们离婚之前 你得继续忍耐 我们好好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 要是想让你的心上人回来啊 龙东林 你还喜欢孩子 你还喜欢孩子 龙三 我不该接你的伤口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 你提琳 宝宝现在还小 还没长拍呢 现在看不出来什么的 希望你以后也能这么想吧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住哪个房间呀 主 你就让人打扫干净了 别人住过的房间我嫌恶心 我还是住片房吧 这一年 他真的变得太多了 那一年呀 还是已经那片子 以为把我赶走了 他就能回去了 天哥哥不还是没有让他进入主幕 那个 你想说什么 是这样的 不是大少爷不想让他住 大少爷想让他住 是慕容颜子挤不住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不行 伯母被那老太宝拈走了 不拿他在同一屋檐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昨天已经被奶奶赶走了 你这是准备死戏白烈的赖日子走吗 张嫂 张嫂 哎 慕容颜 这是我的家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能带我回来 不能带你如何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脸皮还是那么厚 要不要我给奶奶打一个电话 看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家 你就只会用这一招吗 这一招对你有用 哎 嘿 嘿 下来 我回来 就有一个生还好吗 没事啊 叶南天 叶南天 原来你早知道他要来的 奶奶说过的话你忘记了 不是的 非非谁想不再看的 不会往下的 姐 你看这孩子还行 嗯 你 怎么怎么还要我们母子分离吧 让他立刻给我出去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奶奶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亲自过来 你威胁我 是 好吧 飞儿 你先回去吧 天哥哥 听话 好 我不让天哥哥为难 让我走前再看你孩子 慕容烟 别怪我心狠 爸爸怎么了 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最近平时挺乖的 就今天一直哭 这孩子生了吗 没用啊 我刚喂完 我妈 哎 这怎么都轻轻死死了 这是掐横 月嫂 这孩子一直是你在照顾我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 我不知道呀 今天之前那孩子好好的呀 说是不是你掐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月嫂都说了 在昨天之前根本就没有 偏偏今天有了 不用说 心中清楚怎么回事 天哥哥 月嫂都说了 昨天 我根本就不在这里 只有慕容烟在这里 除了他还能是谁 你有对 月嫂 我 月嫂 你 我 如果 我 我 我 你们 在这 他 你 这 你 他陷害我 我没有啊 大少爷 我亲眼看到他掐的 不是 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我 放开我 慕容烟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说实话 孩子还这么小 你是怎么下得了手的 我这么喜欢孩子 我怎么可能舍得对他下毒手 这件事情一定有奇巧 能有什么奇巧啊 现在人症已经在这里了 何妻过来陷害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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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有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你别跟着我一样 天哥哥 你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 够了 慕容烟 如果这孩子是犯了属实 我定不会饶过你 来人 备车 送一轮 来人 来人 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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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Falling 不如不 好 我只能给你 不如意 不速 我还不懂 你怎么还不错 你怎么没想到 你ufflepuff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喜欢我 孩子是你掐的 孩子是你掐的 你想到孩子向害护手 你想到孩子还要扶手 是又如何 那可是你自己的 吓得不合手 只要我能解決你 別說是孩子了 就是我自己 哎呀好可惜 你不真的不怕這件事情今天冷靜知道嗎 你要沒有證據 行了 懶得給你廢話 你呀 就等著被天哥哥死地出門 晴晴兒 你真當我是傻子 沒有準備 這一次 看自己 你還想把我的寶寶 你怎麼還把你的臉來 再敢對我動手試試 再敢對我動手試試 你怎麼敢 天哥哥你看 他害了我們的孩子 還敢動手打我 慕如燕 是不是我平時對你太有縱容 所以你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 挑上我的底線 他先動的手 那也是你錯在線 你要讓我說幾遍 我沒有動孩子 人證在此 你還不承認嗎 人證物證都可以做假證 除非你把人證物證 擺在我的面前 孩子的傷口上 留下了指甲 我也叫人去醫館取證 誤證 馬上就到了 天哥哥 還算什麼化驗呀 你直接跟他離婚算了 把他趕出去就是了 是啊 這麼著急的給我定罪 是怕自己做的破事 被暴露了吧 什麼意思 你胡說八道 天哥哥我沒有 我怎麼會虐待自己的孩子呢 我怎麼會虐待自己的孩子呢 少爺 天底下做父母的 哪有對孩子不好的呀 有壞的結果出來 自然真行大拍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化驗出來的結果 肯定是他做的 他當然說不行 慕容燕 你沒有證據 別給我潑髒出來 巧了 我還真有證據 孩子是你掐的 你想让孩子陷害我是 是有种 只要能解决你 别说是孩子了 就是我自己 你是真的不怕这件事情 真正能听到吗 你要没有证据 行了 懒得给你废话 你呀 就等着被天哥哥死地出门 不知道这个录音 你们听清楚了吗 需要我再播放一个名字 惹是你干的 天哥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别相信他 那个录音一定是南河城的 少爷 这录音不可信哪 不承认没有关系 不是还有化验单吗 那个东西总不能骗人吧 达尔家先生 化验单的结果出来了 DNA的结果跟一位教程骗的小姐一样 现在真相大白 天哥哥 你听我解释 陈飞儿 你好得狠了 连自己的亲身骨肉都不心爱 你听我解释 我能解释的 解释 我倒是想听听你怎么解释 是这样的 我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得了抑郁症 我不能跟孩子住在一起的 但是我又害怕失去你 所以我不知道我一直糊涂干了什么事 可真的是这个吗 少爷 你是这样的 程小姐是有病了 这次她可能是因为发病 所以 她可能是 首路 其实程小姐也是个可怜人 陈飞儿 为了脱罪 你可真是什么谎话都敢说 正好这是医馆 你敢让医馆诊什么 我敢 秦哥哥 你看这是我的确认单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件事 你怎么之前不告诉我 我怕你嫌弃我 所以一直都没有跟你说 总之 秦哥哥 我不是故意伤害孩子的 你要相信我 这件事 远他说的都是真的 河南孩子陷害我这件事 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我都已经这么可怜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 是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 我有没有人性 如果我没有证据 我就算跳进黄河也行不起 在你们陷害我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你们有没有人性 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吧 你想如何处置 很简单 让他给我跪着 道歉 少爷 这事千万不能答应啊 这不是侮辱人吗 你闭嘴 这件事你敢骗我 少爷 我一下子不敢了 我就这一次你饶了我吧 少爷 你这种人 我们家供不起 来人 带走 少爷 以后都不要再见到这种人 我就一次费 这件事是你的错 跪下来 给烟儿道歉 天哥哥 我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跪下 给烟儿道歉 对不起 不接受 我都已经下跪了 还要怎么样 你想如何 既然他说他有病 还时不时发作 为了避免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以我看 以后他也没有必要 再见到这个孩子 你觉得吗 好 我同意 天哥哥 我不同意 我会努力接受治疗的 保证不再伤害孩子 天 你发起病来 伤害孩子都控制不住 拿什么保证啊 就这样吧 等你痊愈了以后再说吧 可是孩子还那么小 他离不开妈妈呀 而且月嫂也走了 谁照顾孩子啊 孩子由我来照顾 月嫂 我也会再请 就不由你操心 以陈飞儿的本事 并不会删罢干凶 只有将孩子送到奶奶家 才讹他母亲来 奶奶那儿很喜欢孩子 而且 舒服人也带 不然 我们就将孩子 送到奶奶那儿吧 好 让孩子痊愈了 我们就把孩子送到奶奶那儿去 慕容片 你以为让我和孩子见不到面 你就能网络天哥哥的心 我告诉你 你忘小 行了 你就安心的滚吧 孩子呢 我不停 揍 慕容片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让你等一太久 来人 在 帮我办件事 是 大小姐 少爷让我告诉您 叫他叶能天的事 就进来了 我知道了 对了 这两天孩子还乖吗 放心吧大小姐 小小小小姐和小小姐都很乖 不哭不闹 这是今天早上拍的照片 哥哥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孩子呢 你给我签了 两天 对了 大小姐 大小姐也想给你办个回归宴 到处公布你的身份 在回归宴上 揭露我崇海儿的真面目 听哥哥安排 我特意让人炖了补品 谢谢奶奶 很好喝 谢谢奶奶 奶奶 孩子睡眼了 妈 孩子已经睡下了 这么贵的服务品 断了这么久 怎么给他喝 我有坏孙媳妇喝 难不成给你喝吗 怎么说话呢 知不吓人 妈 妈 以后这种话 就别再说 就是为你这么想 伯母 伯母 哎呀 菲尔 我好玩戏 可算是吧 哎呀 你这辈子被狐狸 比你更好了 伯母 奶奶不喜欢我 我回来看完孩子 会不会 谁让你来的 妈 妈 菲尔 今天来呀 就是想看看孩子 奶奶 我过来看看孩子就走 奶奶 就让菲尔 就让菲尔去看看孩子 毕竟他们血肉之气 去吧 谢谢奶奶 儿子 你去和菲尔 看下孩子 不许去 我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了 要去 赶紧去 不去 赶紧走 好好好 我陪菲尔去 谢谢奶奶 谢谢伯母 媳妇在这儿呢 媳妇在这儿呢 你敢对别的女人献殷杰 你试试 奶奶 我不是这种女人 如果没有 这种女人献殷杰 偶尔 为了 原本 你 啊 你 你 很好 你 새 在这儿regel 你 还没吃饭呢 Just try to eat 吃东西 你诚心让我受气 是不是 妈 我没有那个叶子 奶奶 你也别怪伯母 没事 我回饿了 老夫人 西城首富慕容家 要为从小流落在外的慕容大小姐 办理回归宴 特此让人送来这个请柬 知道了 下去吧 西城首富慕容家 还有个流落在外的千金 还要举办什么回归宴 西城首富慕容家 大小姐办回归宴 我们家一定要去 孙子 你带你媳妇一定要去 好 奶奶 以往初期宴会 都是我陪天哥哥去的 这次也让我陪天哥哥去吧 妈 对呀 让菲儿去吧 菲儿参加这种宴会 那可是游刃有余 我怕让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慕容烟去 你妈 宴家的脸 苏夫人怎么知道 我去就一定会丢脸的 这种高档宴会 你参加过吗 你还好意思说 孙琦下过来这么多年 什么宴会你们都不让他参加 给他放在家里面 锁定他 现在 你不敢当着我的面 还这么对待他 好大的胆 妈 你错怪我了 是他自己自命清高 不愿意去 你以为把消息封锁这么前 我就不知道了吗 行了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 妈 你没关系吧 陈飞儿又愿意去 那边让他去便是 别说傻话 有我在 怕谁敢敢欺负你 陈飞儿谁还有意见 陈飞儿 我没意见 我 没意见 有意见也憋回去 陈飞儿 谢谢你给我付出 这本该就是你的 你陪我孙乐去参加宴会 才能让大家知道 你才是我们叶家认定的孙琦 陈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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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媽 關你什麼事 自從我進了這個家門 我母啊 說您進這個家也這麼長時間了 這奶奶始終不在 您說呀 您什麼時候才能當家做主啊 才能被處處受限 唉 怎麼也得好幾年呢 這奶奶要是怎麼催 你說 這要是每次不小心一點催不到 別瞎說 這話可不能再說了 要是讓愛人聽著去 那不就麻煩了 這些年啊 我當年是親了 這話呀 只敢跟你說 唉 你是個好孩 這個不 天天壓在我頭上 如果 有一天她真的吃錯藥了 菲兒 我還得給老婆婆送藥去 你在這兒好好休息一下 這兒 今天我們就留下來了 你看啊 媽對你那麼好 做為孫媳 你不得好好孝敬老人呀 那是自然 那還不快去房子 在房間裡把奶奶的藥拿下來 把奶奶的藥拿下來 把奶奶服下 並在我面前指示了蘇姊姊 好大的婆婆癮啊 爸 我只是讓她去給您拿藥 我哪敢指示她呀 我就繼續給您拿 哦 就在房間左邊櫃子裡 你可別拿錯了啊 蘇姊奶奶的最後看你如何解決 不過呀 這也是我重新獲得天哥哥重視的情 喂 幫我叫個醫師到老宅後 哦 你覺得不舒服 你是不是敲著了奶奶 奶奶 哎呀 奶奶奶你怎麼了 行行啊奶奶 哎呀媽你怎麼吐血了呀 奶奶 哎呀不好了 哎呀媽 哎你你怎麼了 奶奶奶 奶奶你醒醒啊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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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這怎麼了 奶奶好像滾倒了 來人 被蛇去醫管 陳哥哥別著急 我帶著醫師過來 醫師趕快過去給奶奶看看 慕容燕你還不趕緊滾開 別盪了醫師的路 醫師 你趕緊給我婆婆看看 她這是怎麼了 你先別著急啊 你等我看看 老夫人這是中毒的現象 你們為她吃什麼了 中毒 奶奶怎麼可能會中毒 奶奶剛才吃了藥 是不是 慕容燕 你是不是把藥拿錯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是你讓我拿的藥 這是奶奶沒吃完的藥吧 醫師 你看看這藥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怎麼能餵毒藥呢 你說什麼 毒藥 那奶奶幾個獅子 那奶奶去洗胃啊 哎哎哎不用著急 我這身上裝著解藥了 這有病 放心吧 現在藥效已經起了 等老夫人睡一覺 然後毒素就解除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讓老夫人好好睡一覺 小心拆開 說說奶奶怎麼會中毒 天哥哥 是他餵奶奶的 一定是他想害奶奶 我沒有 還說沒有 我親眼看見 就是你餵奶奶吃的藥 不是你是誰 你為什麼要害奶奶 我真沒有 那個藥是蘇夫人讓我去拿的 是我讓你去拿的藥 那為什麼就這次餵錯了 是啊 我看呀 就是你把藥掉包了 慕容燕 平日裡 奶奶對你百分為估 你為什麼要害奶奶 葉南天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害奶奶 這件事情 定名蹊蹺 能有什麼蹊蹺啊 我知道 是你要借奶奶的手來害我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啊 什麼意思 奶奶剛好中毒 陳菲爾恰好帶著醫師過來 這醫師的手裡 恰好帶著解讀完 你們不覺得這一切都太過蹊蹺了嗎 天哥哥伯母 你們要信我 我帶著醫師過來 是為了給奶奶把平安曼 而且人家醫師肯定隨時都會被有解讀完啊 對我們醫生出門在外都要隨身攜帶各種藥的 對呀這能說明什麼說明有問題 我從未見過應急的藥裡面會有解讀完 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這別的醫生我不知道 但是我都會準備這些齊犬的藥的 這就是你說的齊犬 沒有藥香身上只帶著解讀完 我我 這個城市不足敗事有餘的蠢祸 也許是因為醫師走得著急 忘記把藥品放全了呢 你給我閉嘴 立刻交代 我祖父教你生不如死 夜少爺 你你聽我說啊 這 這就是程飛兒讓我幹的 是他買的毒藥 然後還讓我來這送藥救人 你閉嘴 天哥哥 我沒有 是他說謊 我怎麼可能買毒藥 一定是他污衊我 世道不見 你還敢狡辯 兒子 飛兒不是那樣的人 他不會做那樣的事情的 一定是一定是不容易 收買了這個人 誣陷他的 蘇夫人 是你讓我拿藥去餵給奶奶的 如果要按照這麼說的話 在害奶奶的份上 也有你的一分子吧 你你別胡言亂語啊 天哥哥 我沒有買毒藥 我沒有撒謊 你知道的我這麼善良 怎麼可能對奶奶下次毒手 你說他誣陷你 葉少爺 我剛才說的句句屬實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有證據 你看 這是程飛兒給我轉的一百萬轉賬記錄 天哥哥 程哥哥 程飛兒 你怎麼敢呢 對不起天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 飛兒起來 天哥哥 兒子 飛兒一定不是故意的 你就別生氣了 媽 您就別再勸我 他看了奶奶 起嘴當豬 對不起天哥 我不是故意的 夠了 你真的太擔心了 從今天起 你我一刀兩斷 天哥哥 我這麼做就是為了挽回你 我求你 你別不理我 從今天起 我這麼做就是為了挽回你 兒子 飛兒已經知道錯了 何況你奶奶 不是已經沒事了嗎 蘇布人的意思是 奶奶要是有事了 他們追究責任什麼 閉嘴 我們家的事 你少擦嘴 夠了 你們都恐怖 此事 到此為止 天哥哥 我給你生了孩子 你不能不要我 要不是看著你給我生了孩子 免得上 就憑你和奶奶這條嘴 我就不會如此輕嘴於你 來人 把他給我扔出去 我以後再也不想見到他 怎麼會弄成這樣 蘇布人 你可安靜些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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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再讓胡言亂語 這件事情跟我媽沒有關係 你就不要再讓她爭爭相對了吧 這次奶奶您是我的追究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說這個事了 這次宴會的禮服 我已經給你準備好了 要不要 你先看看有沒有你喜不喜歡的 而且你覺得我應該要讓兩個人 我什麼人 不能再做一個 你不再做一個 你不會再做一個 你不再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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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再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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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mente 你好 你来干什么 天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怎么承罚我都行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天哥哥 你就原谅我吧好吗 天哥哥 如果你不原谅我 我今天就死在这里 你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我 我没有威胁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天哥哥 你忘记了吗 我救过你一命 我为你说血 天哥哥 你说过的 我救过你一命 你会一辈子跟我猜你气 这次 是给你的最后一切 我就说嘛 天哥哥是最爱我的 我会好好赎罪的 嗯 这期宴会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不行 不行 为什么 这次 有燕尔陪我一起去 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来 说不定 他不想去了呢 燕尔 宴会快开始了 你什么时候来 不用了 跟你去 喂 天哥哥 你看我就说了吧 他根本不会去的 你就让我跟你去吧 慕容家的千金刚回来 我要是和他拉好关系 对你和慕容家的合作也有益呀 妹妹 燕南天已经带着陈飞儿 去三家宴会了 看来我还是小看陈飞儿的别人 不过他要是不来 我们还给他一起 那我们现在去吧 一会儿有一个女人 她们有邀请函 记住 千万别让他进来 跟前方您 我们是绝对不会让我们 不停的女人 可以 我让你没有邀请函 只不过我把你进来 妹妹 你先去 我稍后就到 好 请出是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对不起 没有邀请函 你经理如内 这是我哥哥 替我准备的宴会 哪有问主人 要邀请函的道理呀 对不起 没时间跟你商量一下 没有邀请函 不准进入 让他看看 不要打个客人道 慕容少女您好 这位小姐没有邀请函进入 妹妹 怎么不进去 妹妹 这位是慕容小姐 哥 我没有邀请函 他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邀请函 莫容小姐 要是在家里面 还是无拦命的 好了 你也是职责所在吗 对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呀 千万不能跟宾客无礼 是是是 妹妹 走吧 莫容小姐请等一下 其实刚才是有一位小姐 在让我睡意拦住了你 谁 不用问了哥 想都不用想 除了陈飞也没有朋友 这笔酱 我们不看下 叶少爷 您也来参加慕容小姐回归宴了 挺好用的 这里可真豪华 看来慕容家 牺牲首富的名副其实 若是能巴结慕容家的人 我嫁给天哥哥的 受算也就更大了 莫容少爷您来了 慕容少爷 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慕容少爷 我叫陈飞尔 有事吗 是这样的 慕容少爷 我想问一下慕容大小姐在何处 啊 您别误会 我就是想跟慕容大小姐交个朋友 你不用着急 我妹妹马上就倒 各位来宾 今天是我妹妹的回归业 特办此业 就是让大家认识认识我妹妹 下面 掌声有请我妹妹出场 大家好 慕容烟 你怎么就进来了 这可是慕容大小姐的回归宴 不是你能随便捣乱的地方 还不赶紧回 这是我的回归宴 我为何要回 说什么 你的回归宴 我慕容烟 就是慕容家的大小姐 不可能 你家里那么穷 你怎么可能是慕容家的大小姐 你别以为你姓慕容 就是慕容家的大小姐 哟 别弄 各位 她就是我的妹妹 我慕容家 留落在外多年的大小姐 慕容家 我哥哥都这么说了 这下大家应该都相信 慕容少爷都那么说了 还能有假吗 原来叶夫人 就是慕容大小姐呀 可真般配呀 睡呀睡呀 真羡慕呀 你一个人就是慕容家的大小姐 这 我 我 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是不是老公 现在是我妹妹的老公啊 啊 当初对我妹妹见死不救的时候 怎么不说你是她老公 陈飞儿 别着急走啊 把你做的那些事 想起来干净 你在做什么发到什么 让 我要回家 看来你都忘了呀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一一给你说清楚 燕南天 你可知你的这位新上人 当初是为了钱才才嫁给别人的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 你别胡说 你千万也要 我让你走 门 你 就 还和你说是我胁迫了他 还嫁给我的吧 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清楚 我没有 他撒谎 是你撒谎 你没想到叶少爷是叶氏主裁 害得我被叶氏公鸡破产后 卷走了我的全部家道 还设计和叶少爷春风一度 怀上孩子仕途上位 难道我说的都错了吗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没有 天哥哥 我不是拜金的女人 更没有设计你 这些都是他胡逼乱造的 看来没有证据 是不肯承认的 我有证据 我手机一直有录音功能 里面的录音 就是他在和你交往的时候 爬上了我的厂的录音 张总 给我个机会 让我伺候你呗 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 也配伺候我 张总 我连嘴都没让他碰过 我还是清清白白的 我信你试试 你男人这么没用 他 一个只能看脸的穷小子 哪比得上张总您呀 天哥哥 这些一定是假的 假的 这个录音一定是假的 是他合成的 对 一定是他合成的 这些不能作为状态 这些不能作为状态 还真是不撞难讲 不回头啊 录音是假的 那你主动进我房间 监控器所拍下的照片和视频 这个总假不了 告诉我 这就是什么 天哥哥 你听我解释 这长得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来 天呀 这么说叶少爷岂不会骗啊 你们都给我闭嘴 天哥哥 你请我解释 够了 事到如今 你还敢狡辩吗 天哥哥 虽然这个事是我不对 但是我爱你的心是真的呀 那你给的爱可真是廉价 闭嘴 敢让我妹妹闭嘴 你好大的胆子呀 各位 对不住大家 让大家看笑话 接下来 就先请大家离开 不知不如少爷 我忙碰到你 天哥哥 我当时确实鬼迷了心窍 但是我已经在改了 我现在满心满眼的都是你 看到孩子的面上 原谅我好不好 程飞儿 你确定孩子是叶少爷了吗 什么意思 你闭嘴 孩子当然是天哥哥的了 怎么 说中你的破事 着急了吧 叶南京 你还不清楚 陈飞儿的意思是 这个孩子 你就不是 你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知道什么 我有点 你根本有点 你听工说 没什么 再说 我 看 就 这么个肉 你 有点 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程飞儿 你竟然敢骗我 健哥哥 你要相信我 孩子就是你的 DNA一定是伪造的 程飞儿 你都没有怀孕过 怎么会生孩子 你说什么 他没有怀过孕 是啊慕容大小姐 程飞儿从来没有怀孕过 那孩子 是他从福利院里领养回来的 还是以我的名义抱养的 您看 这是收养证明 你居然都没有怀孕过 我 何止啊 叶少爷悲观最后 根本就没有碰过程飞儿 那晚 程飞儿是在我的身上 闭嘴你闭嘴 他说的可是真的 小枫 你先退下 程飞儿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 不要老天哥哥 你忘记了吗 我给你输过血 救过你的命啊 程飞儿 你到底要不要 给叶南天 输血的人 是你 一直是我呀 天哥哥醒来 第一眼看见的人 就是我呀 给叶南天 输过血 救过他的命的人 明明是我妹妹 你怎么好意思 冒顶她的功 什么 给我输血的人 竟然是严儿你 不 不是的 不是他 一直是我呀 天哥哥你忘了吗 两年前你昏迷 跟你输血的人 一直是我呀 我 他在南天的血型是熊猫血 而你是O型血 天文你怎么给他输的血 跳唱 冯飞儿 你居然是O型血 难怪 难怪你一直不给我看你的闭米单 我 原来 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我 你给我闭嘴 谁呀 那救我的人真的是你 不错 确实是我给你输的血 只不过我当时被转移到了隔壁的病房 这才让陈飞儿捡了漏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如果我早就知道 一叔我得救你恩人 我就不会那么伤害你 我们之间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明明是你自己认错的人 却反过来埋怨我妹妹没有告诉你真相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知道 是一样的救了我 我就不会爱上别人 够了 救你我不会 但是谁救你你便爱上别人 叶玛 你不娶 这样 我只是把感激当成了爱 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护程飞儿 天哥哥 你说什么 你必要爱过我 那你用什么趣味 我娶你 完全是因为你给我生老儿子 我作为父亲 要先担起来 照顾家庭的责任 所以才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家 仅此而已 原来只是责任 天啊 娶了你以后 这个心 慢慢被你吸引着 只不过是我自己一直执迷过我 随着她的心 接着她的心 你给我心里 真正的醒不过来了 解写着 一直生 斗了 你以为一句爱 就能够磨灭掉你之前对我的伤害吗 我以后都不会再伤害你 离我妹妹远点 我妹妹不需要你廉价的爱 我 对不起 是给你的 我不需要 我 是 对不起 知道吗 我们本就是一丘之鹤 是你 你就别上去讨闲了 你给我闭嘴 你骗我 害了我孩子 你说吧 想让我怎么冲发你 放开我 叶南天 别在这儿给我发疯了 陈飞儿 我要留着亲自处 好 我就交给你说什么 陈飞儿 当初你害我差点生气 我受的所有动力 叶南天 你不要干什么 你不要干什么 你请你 我感到我的意义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动了 我还舍不得让你死 你的罪行 自有法律来判 这辈子 你就在你面对 来人 送他去司法部门 天哥哥 救救我好吗 天哥哥 我求求你 我 天哥哥 我不要去司法部门 我求求你救救我 我错了 我一定开心悔若 我求求你了 走去司法部门也行 我就知道 你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 唯有死亡一条 你要么就去司法部门接受惩罚 要么就用命 抵下你的所有罪行 没什么东西 带走 叶南天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永远都得不到宽恕 我诅咒你孤独中了 一辈子都得不到宽恕 我诅咒你 妹妹 罪魁祸首已经复发 但是这个帮凶 怎么处置 你放心 慕容家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不用慕容家懂什么 我犯下的错误 我会随你们处置 这是我意识的 意识的公章 从今以后 意识就交给你了 这可是你说的 意识从此溢注 对 我说的 不过 我想留在你身边 也 怎么 来人 你要是真觉得惭愧啊 就在这离婚协页上签字 放我妹妹一马 不 我说过的 只要燕儿不想离婚 我就不会理的 我不愿意跟你离婚 是因为我不想让陈菲尔得丑 亲自 什么 原来 只有我来对付陈菲尔 是 你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我想 你应该也不想跟我继续 纠缠下去了 你就那么考验我吧 是 还要说多少遍啊 赶紧签字 以后婚嫁 互不干涉 我不愿意 你 叶安 你再给我一次请问啊 那孩子 孩子我会再 再迷雾 再迷雾给你个 简单天 你好不要脸呀 啊 你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你凭什么以为你伤害了我 我不报复你 还要再给你机会 报复 我的病都给你 松开我 无所谓 燕儿 只要你原谅我 你现在做什么 我都 我都同意 我看你是疯了 燕南天 你给我听好了 我给你的报复就是 从此 一刀两断 老死不想往来 哥 燕南天 我告诉你 现在工章在我们手上 你要想拿回打官司 我们奉陪 但是你要再敢纠缠我的妹妹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走 你是我的妻 我一定会挽回你心 你 你们干什么呀 我是这一台 那世界包子的主人 叶夫人 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的夜市 已经是慕容家的了 这栋别墅已经不是你们叶家的了 这不可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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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你可早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去参加 慕容千金的回归宴了吗 怎么这一转眼 别墅 公司 都成了慕容家的了 妈 你知不知道 程飞儿冒领救命 还有孩子不是我的事 不知道啊 这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 是真的 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 还一直在骗我 怎么会这样 我对他偷心偷肺 他怎么敢骗我们 妈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怎么知道啊 这个贱人 他现在在哪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收拾他 妈 他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 那我们的 公司和房子 是怎么回事啊 慕容烟 是慕容家流落在那的千金 也是救命男人 都怪我识人不清 太苦了 房子和公司 都是我补赏给他的 那岂不是我们一无所有了吗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努力 继继继续赚钱 她说的话 我从来 那你从来 你怎么ye.'s' 你猜我查到了什么 难道夜市有人不服哥哥要集体反抗 叶南天亲自吩咐 公司上上下下所有人都服服帖帖的 没人敢造次 那那还有什么能够让哥哥兴奋的 叶南天的爸爸在苏曼之前 还娶了一个你知道吗 是宋家的大响姐 但是我记得 他家也没有他们一年的时间 因病去世 难道哥哥查到的是 叶南天的亲生母亲不是苏曼 而是宋姨 宋姨 你往后吧 苏曼二十年前生下死胎 趁机调换叶南天过 叶南天的妈妈以为儿子死了 所以才遭受打击她的惹事 苏曼这个死胜 伏成孽父的 不错 不错 苏曼隐瞒了这段真相 要不是我掌管了叶氏 正在查最近叶氏之前所有的资料 恐怕这段真相 就彻底被埋没了 难怪苏曼和叶南天长得不像 那这件事叶南天知道吗 叶南天要是知道 她亲妈是被苏曼害死的 岂会能让她到现在 这个苏曼 这么对 原来从根上你来逃 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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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贱人 什么回事 道爷 被子闯下来我来不住 苏曼 你凭什么抢走夜市 苏曼人 苏曼人 你要是来慕容家做客我们很欢迎 但是 你要是来故意找茬 就别怪我顾客人 苏曼人 苏曼人 你来干什么 你 你还有脸跟我干 花言巧语抢走的夜市 今天 你把公司和公司都还给我 苏曼人 苏曼人 这恐怕就让人失望了 夜市 是夜南天亲手给我的 而且 我已经让哥哥卖掉捐出去了 你 你怎么敢 夜市又不是你的 你凭什么 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东西 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个贱人 你 你 要是再敢造势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哎呦呦 疼死我了 你们 你们对长辈不敬啊 有没有功德啊 哎呦 这是在慕容家 不是在大街上 就算你喊过喉咙 都没有人会来帮助 啊 没错 怎么回事 你不客气大伤 别怪你没了 你 啥就零发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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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来了 妈 他们 他们对我这个找非不尊之后 对我动手动脚 慕容家 即使我妈有再大的不适 你也不能对她动手吧 我动手 你问问你妈我们动手了吗 这让她这么为老不尊呢 要不是你们抢走的夜市 还绝得出去 我怎么会出手 够了 妈 夜市 是我心跟情境一样的 你 夜市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不同意 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夜市给我还回来 我赶紧再没完 妈 你别再闹了 闹 你闹闹试试 你 你这不下蛋的贱人 你想毁了夜市 想毁了我一生的心血 妈 我定要和你扑死我手 妈 你闭嘴 你这个老太婆 要是再敢乱说一句 你试试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她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哈哈哈哈 大小姐 小小姐和乔乔上演 不知道为什么 都闹不清 您过去看了 你说什么 小小姐 这 当初我在你们家差点残死的时候 是我被做了我做 松霸 我妹妹生下一个龙凤胎 你要是再敢乱饿 我死了你个嘴 这怎么可能 她生了一对龙凤胎 怎么不可能 这就是事实 天儿 原来我们有孩子 这一年你没回来 是不是一个孩子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们很快就要离婚了 我们很快就要离婚了 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 好吧 请你们离开 就算是她生了龙凤胎 那又怎么样 孩子是我们叶家 今天 我就要你们 把叶氏和孩子 一定换给我 孩子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跟叶南天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 是个外人 我是南天的母亲 怎么就是外人了 苏玛 叶南天的亲生母亲是宋婴 要不是你用自己的死因 调换了叶南天 气死了宋夫人 你以为 你可以顺利成为今天的叶夫人吗 你不要胡言乱语啊 你说什么 叶南天 叶南天 你怕还不知道吧 你的亲生母亲 是被苏玛害死的宋女 你们 你们再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 我就告你个废谤 苏玛 你以为 你做了这件事 然后满死死的 那 就没人知道 所有的证据 都管着 这是我哥调查的名件 儿子别看 都是假的 你连看都没看 就说这是假的 这是不担当的 我 我 这 你告诉我 这些证据是假的 那什么是真的 我 我 原来 你闭嘴 你没有资格害我儿子 你把我的亲生母亲害死 这些 你是怎么欠罹得的 念在你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份上 你去自首吧 别逼我亲自动手 不能 男人 男人 在 把他 还有这些证据 送到司法部门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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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救我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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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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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男天 到底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我的妻儿在哪儿 我死也不走 男人 带 把他给我带他去 叔儿 你还是先出去吧 留在那儿这样大小的心不顺 我出去 这些小子在那儿跪了三天三夜 晕倒了起来继续跪 倒还挺有毅力的 是吗 心疼了 想要原谅他 哥 嗯 他的过错都已经结亲了 再说了 他还是我孩子 一个 折磨的也是我自己 妹妹 你长大了呀 你下去跟他说一声吧 哥哥 你都说 我原谅他 但是我再也不想看他 好 我妹妹原谅你了 真的吗 还敢让我了吗 那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我妹妹只是原谅你了 并不是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你要是真心爱他 就重新追他吧 以至于能不能在一起 看你自己的造法 不过 我是不愿意你们结婚的 燕儿 这一次我会重新追求你的 这回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好看 服务员 你会给你 您都想不愿意 服务员 你会给你 你会给你 我给你 我妈妈 乖 呀,这是我这个月赚的钱,都给你 你这是干什么 因为你和孩子有亏钱,爱情,未有余之路,幸福的 虽然我进入的公司,现在刚刚起步,赚的钱还不多 但是我答应,以后每个月赚的钱都会给你的 叶南天,你在这儿装磨砖了干什么呀,想换出我妹妹的同情心吗 哥 怎么,你想替她说话,这种人就算死在你面前,都不必给她一个眼神 你别凶肯,有什么事儿 我跟我妹妹说话,轮轮着你一个外人说话 哎呀,别生气,好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叶南天,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想让我动手,然后换取我妹妹的同情心吗 告诉你,你是不会得逞的 告诉你,你是不会得逞的 走 叶南天,我知道你怎么想看到我 但是这张卡 一定,一定有收钱 是我做了一顶姑娘的孩子 这个钱我不需要 你还是自己留着呢 不是 不是 这张卡,不但是给你的 还是给孩子的抚养费 好了,妹妹 既然,她还有良心给孩子的抚养费 那就拿着吧 谢谢你 是 他是 谁 感谢观看 叶南天 这一年来 你三番五次来偷窥我妹妹跟孩子 你什么意思呀 哥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燕儿和孩子 又没有恶意 我没有你这么混账的妹夫 你既然已经跟燕儿离婚了 燕儿也不可能再跟你复合 就希望你离她远一点 别让孩子跟我妹妹看着心里个影 懂吗 我知道了 你说 她会原谅我 总裁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纠缠不休 就会不得善终啊 你也这么说 只要燕儿和孩子幸福平安 我就是远远看着他们俩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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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